今天我们想把这根3.5米的猫耙柱改造成一个壁炉猫耙架 目标是增加猫咪向上爬的落脚点 同时满足它们休息区和上厕所的需要 也为家里增加一些收纳空间 最重要的是 我一直好想要一个面包窑造型的壁炉 而猫耙柱刚好又很像一根烟囱 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次改造的设计思路和整个过程 如果你对猫戏家具设计和改造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们一起交流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这次我们用的是中密度版 首先在PS里画设计图 除了造型还要充分考虑实用性 并结合家里目前的布局 规划猫咪的动线 确定尺寸 在我们所做过的改造中 它算得上是最复杂的一个了 为此我们花时间自学了三维建模软件 SketchUp 在软件里精确还原了设计图 特别是内部结构 反复推敲了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数据 这里要提到用SketchUp的另一个好处 它可以帮助我们画出板材切割平面图 尽量保证材料不浪费 有一定设计软件基础的朋友 比如说PS都会很容易上手 按照图纸把数据画到板子上 然后切割 效率很高 我们刚刚板子已经都画好了 然后等一下就要开始锯 这里边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在效果图上 这个切割图上 画了不同的颜色 等一下一边锯呢 一边就要把同一颜色的放在一起 它就是同一个部件的 避免全都锯好了以后找不到 我们都标志出来了 如果你也想试着自己动手做点东西 又觉得切割板材很麻烦 可以在线上或线下购买材料时 请商家帮忙切割好 每次工具间用完 我都会第一时间打扫干净 方便小猫小狗们进出 板材都切割好了 接下来进入组装环节 再次确认颜色和尺寸 把相关的板材放在一起 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 这个机位我管了是吗 接下来把原先的扒柱先拆下来 回头需要加工一下 再重新安装到新的壁炉上 大家记住这块基座 一会儿会有妙用 做3D模型的好处 此刻又体现出来了 组装时能够更直观的对比效果 这次我们使用了木工直角固定器 组装柜体变得很方便 先用成孔钻头打孔 再钻入螺丝 使得柜体表面平整又美观 我们的壁炉猫耙架总共分为四个部分 最下面的柜子 未来会放两个猫砂盆 中间做了隔断 让柜子的整体成功更好 这个基座原本是一块捡来的栗木 我们给它夹了四条腿 变成了条凳 这回又卸下来 用来垫高壁炉 一来 方便拿扫卫生 二来 小红型家具不落地 能够让房间看起来不那么沉闷 显得空间也更大了 哇 长破重浮烟 这是整个工程中最重要的一块定位背板 我们用膨胀螺丝给它固定上墙 之后的安装都围绕着这个定位展开 这里要提到我们做这次改造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把原先外露着的电线和插销都藏起来 今天我们准备收工了 听完了 然后呢忍不住 把这块最重要的板子放在这里看一眼 哇塞 范围来了 第二天又跟邻居借来了气钉枪 提高了我们的安装效率 这是去年冬天用的仿真壁炉取暖器 我们把外壳拆掉 保留了里面的电路和壁炉仿真效果装置 准备嵌入底座中 下面这个区域呢 古风机呢装在这个位置上 装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上面那个板板整体放在上面 因为呢这整套线路呢我不想破坏 也不敢破坏 因为咱店也不懂 所以古风机和这个板板中间有线 我要先在这个板子上开个槽 然后把线顺进去 然后这样就能把这东西卡在这个上面 前一天装好的柜体 放古风机的位置 槽有一点开小了 所以我们又重新加工了一下 虽然火焰是灯光效果 但我们在古风机的上方 还是加了一层隔热防火材料 这样冬天开暖风时 可以确保用电安全 这里有一个20公分宽的边 是小猫咪的休息区 之后我们会铺一层软垫 所以开槽并不会影响美观 让你找奶奶你嫌我干什么 接下来安装包纱盆的柜门 这是整个制作过程中很难的一步 也花了我们很长时间 还好最终调整到位 门洞的造型之所以是这样的不规则圆形 是为了软装时做成堆放柴火的效果 接下来到了第二部分 也就是炉子区的安装 这也是整个壁炉最初效果的部分 如前面所讲 我们的目标是隐藏一切电线和开关 所以把壁炉灯的电线和开关都收到了假炭火的后面 再连上智能开关 手机就可以掏扣 避免它们误出电源的同时 又实现了美观和收纳 我们整个这个区域电线啊灯啊什么的会封死 小猫咪是进不来的 又是新的一天了 小猫走一大早就蹲在上面等着我们开工 再往上的第三部分 是属于小猫咪的专属空间 我们设计了上下两个猫窝 再次感谢SketchUp的建模 帮我们实现了对板材的细致规划 减少了许多拼接误差 那些因为手工切割不整齐而产生的小缝隙 后面都可以通过软装来覆盖 到了第四部分 顶部 你干嘛呢 我现在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行我走了 非要带这个缝 封顶后 重新测量了顶部到房顶的距离 把原先3.5米的爬柱 锯掉了一米 小猫咪困的 你要扛着这么多东西上去 已经上了顶部的 我现在是非常有解锁 可是完了 多半分不都有 再重新测量了 多半分不都可以 多半分不都可以 炒烤然 哪里 我才能够抢先 那楼子 我们做的事 robust 有点不浪费 我头整个搭在了花园边上 前面这两个位置呢 我们要做两个扒柱 然后这次是直接拿了两个龙骨 他们给它拼在一起 这些是粗糙的 粗糙粗细就正好 然后两个龙骨呢 我们拿木工胶给它粘一下 然后再用钉枪固定 再缠麻绳 它就会很紧了 当我们把代表烟囱的扒柱 重新顶添之后 面包摇壁炉猫爬架的主体结构 就全部完工了 美啊 早上起来雨云来了 但是好美啊 今天又下雨咯 还好前两天我们巨管子呀 弄木头什么的 在院子里的活都做完了 所以今天的进度不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我们侧边开的这个门 然后呢 这两个是门框 我们现在要拿文骨 把这个门框给连起来 再在最外面 弄一层薄的木板 那就是一个完整的门 所以我们已经连起来 我们下雨了 看起来的 我觉得我们要点准备了 再一个门嘛 我们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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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 我们下雨了 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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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目前这个门框上去以后是OK的 现在准备蒙一下板子 下面稍微有一点点小缝 只要我们装一个小装置给它卡一下 它就会合回去 现在我们就要蒙门板 现在我们的硬装部分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就要上软装 然后我很着急 因为呼噜已经刚刚这个门板那边盖着 然后呼噜已经很着急的要从这个往上爬了 结果它在打滑 就把这个先拿下来了 我怕影响它的体验 我们要赶紧把外面这层防磨的耐抓的材质给它贴上 然后现在我就要先标一下 因为我们会有两个颜色 我来标一下哪一块是什么颜色的 然后就开始剪裁 这应该也是一个细活 这个本是白的吧 那本一 对 白色 白色 然后 奶奶写的这个 H就是褐色 B就是白色 我扎一看以为是英文 你想不想半天褐色和白色也不这么拼写 只要我不会拼褐色 从中间不能写白色 这个侧面哪 白色 软装的设计我们主要考虑了三点 一 材质上选择方便小猫咪攀爬的耐磨布料 二 颜色上尽可能接近面包摇的样子 三 好加工 好固定 综上 我们买了纯色的毛绒条纹地毯 整卷购买 性价比高 有很多颜色可以选 这次用到了白色和棕色 就这样先大块 后小块 再修修补补 慢慢地换完了整个皮肤 氛围感也一下地上来了 柴麻绳是我们做猫戏家具改造最常见的一项工作 这次一口气买了八种颜色的绳子 方便后续在各种设计中使用 关于猫扒柱制作 往期视频有过分享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步 装五金件 我们给侧门加了横杆 方便开合 为了避免猫咪从侧面爬上跳下 跑酷的时候把门灯掉下来 我们装了门栓 来把门拉紧 也使得圆弧处的缝隙更小了 装饰猫砂团柜门 用的是仿年轮圆木片 以模拟堆放柴火的效果 并且用丙夕颜料 把肉白的缝隙填涂起来 哎呀 头靠头了 放好包纱盆 至此 面包摇臂颅猫爬架 全部完成 正好 强迫着浮音 打开好 挂上门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也觉得 这次改造有够麻烦的 其实因为篇幅有限 剪辑时还删掉了很多 翻车和反攻的过程 但即便如此 我们依然和从前一样 热衷于亲自动手做改造 脑子里那些 关于人猫共享空间的畅想 和不试试看 怎么知道效果好不好的好奇心 都在鼓舞着我们 不断去尝试 这个过程中 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 上次做书柜 有朋友说整体效果不错 但静看有瑕疵 他说的没错 我相信这次也是 如果我们回看两三年前的改造 更会觉得粗糙考虑不周 但我相信 把每次都当成练手 认真对待 就能够越做越熟练 越做越好 比如猫爬架 完成了猫厕所 加猫爬架 加猫窝 加磨爪 加高处动线打通的功能区升级 完成了收纳 加取短的功能区结合 也完成了我 对面包摇的期待 最近大理多云 常常下雨 应了那句俗话 落雨变成冬 但每到夜里 点亮火焰 不用开暖风 都是一种温暖的氛围 猫猫们 也都一个接一个地 钻进窝里 这画面 有点像路由诗里写的 西柴火软 满沾暖 我与利奴不出门 每次收到反馈 说看完我的视频 对自己家里的改造 有了新的灵感 我都觉得特别开心 今后我们这个系列 依然会继续寻找和发现 能刺激动物的生活创意 探索人猫共享空间 改造的可能性 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家长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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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光子正常点兒 好